手机萤幕逼一下QR Code 确认是否打了新冠疫苗就能登机 汉沙航空推数位疫苗认证通关 疫苗护照在欧洲国家正流行 意大利将在7月启用 欧盟公布安全旅游名单 再增8个国家包含台湾 但是法国就让中国大陆不开心 中国大陆驻发使馆公告 入境法国新规定 已经接种辉瑞、AZ、莫德纳 交生任一款疫苗可自由来发 但中国疫苗不被认可 根据外媒报道 中方官员回应将实施对等制裁 也不承认非中国的疫苗 大国总统马克宏曾表态不信任 欧盟的疫苗护照 目前也没承认入制疫苗 不过入境疫苗在韩国 迫及到有入境优待 亚洲方面 日本也打算推疫苗护照 哪一款疫苗被哪里的疫苗护照承认 可能将成为未来另一种外交角力新签证 TBS 情绪陈玉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BBS News 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B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交点 等你哦